日本政府一后召开内阁会议 决定加速生产和研发国产疫苗 并将国产疫苗视为国家战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会中提到 国产疫苗的重要性不仅关乎国民健康 在外交和安全上也极其重要 时事通信社报道 日本疫苗开发目前仍落后欧美国家 菅义伟在会中指示幕僚 集中力量尽快推动多项战略方针 包括在日本境内建立顶级的研发机构 改善临床试验的关键条件 和加速监管和认可的程序等 据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 将在二号COVAX疫苗峰会上 公布这项战略政策 有件于疫情不知会持续多久 还有变种病毒的问题 台湾 日本和南韩政府都希望尽快推出自己的国产疫苗 不仰赖他国 日经亚洲5月26号撰文整理 台湾有三家生技公司 高端 联雅和国光在研发疫苗 高端和联雅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临床试验 历平7月底供应第一批国产疫苗 韩国有五间生技公司研发疫苗 其中Genexin和Cellin研制的疫苗 开始着手第二期临床试验 期望在年底前完成第三期 日本则有四家制药商研发疫苗 其中三家开始第二分之一期的临床试验 期望2022年能投入使用 新唐人眼的电视 林玉堂张瑞珍 综合报道